Hello 各位NOW NEWS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蔡尚华 当时全明星攻略的制作人就找我 就跟我说有没有兴趣 跟某一位综艺大哥搭档 然后要主持一个医治节目 所以因此才误打误撞进入演艺圈 当天我都还不知道那位大哥是谁 结果我进去开会的时候 看到我坐在我旁边 哇 是诚哥欸 然后就觉得有点微微 心里是蛮紧张 因为也不知道他到底真实的性格是怎么样 结果他超爱开玩笑 因为那时候我的手机壳 是一个什么你才胖你全家都胖 然后他就看了我那手机壳 那时候我有更远了一点吧 他就嘲笑我一笑说 哎哟 小胖妹喔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拿我手机壳攻击他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们就第一次 开启了一个良好的互动 可是我自己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 就是我转型进演艺圈 第一个遇到的人跟搭档就是诚哥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没有价值 而且他私底下很愿意花很多时间 给很多演艺圈的后备建议 其实在我跟他一起 当然的行动就像三年多了吧 那当然中间也是会有一些 就有迷惘啊 或不知道自己的方向跟定位 大概是怎样 然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好朋友 我们也有一群共同的朋友 会每个月固定一起去聚餐吃饭这样子 那我就会跟诚哥说 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他就会说好录完以后留下来陪我在 那个录影的那个休息室 他会陪我讨论个可能快一个小时 给我很多分析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在那边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的动力跟一个目标吧 就是他那么忙 他还有那么多节目 然后一到五都那么满 可是他还有时间去做他的副业什么征办面啊 然后又要就是要去主演各种的舞台剧 像他今年有三场舞台剧 三到四场吧 然后他都要去排戏啊做各种的事 可是他就是把自己安排得很满但是很充实 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 看到他那样就想说 他都那么平得 我说什么理由觉得累这样 印象很深刻是第一次我们去录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坐在那边 就是第一次录影就是我 小杰 钱杰跟展云录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们都不熟 然后大家都还在学习跟磨合当中 那其实展云录跟钱杰本来在运动的领域 他们就是非常的擅长 那小杰也是奥运国手嘛 那但是他之前也比较没有什么带队的经验 或者是这么坐在这个主播台上 他可能跟大家一起主持或者是聊很多话 所以我都觉得那个时候还蛮有意思 现在想起来第一季 然后第一次跟他们大家见面 我小杰坐在我旁边 哇塞真的是句点话 就是可能两三句话就是很难跟他继续往下聊 可是到现在他口齿很明定 很爱嗆我们 所以我也觉得就是 也是蛮有趣的成长这样子 然后刚刚开始 一开始第一季的时候 我还想起来 那时候我跟小杰都有一点微微怕情绩 因为觉得他是那种气势很强 然后我们都叫他什么老虎钱啊 或者是什么一代女皇啊 这种的就是很像虎折天那种气势 后来到了第二季以后 我觉得钱杰真的是太可爱了 就是我们从第一季的敬畏他尊敬他 到第二季对钱杰 我们应该是就是变得更像朋友 然后他就很像是我们自己的机械 到第三季 我个人是有点骑在钱杰的头上 就是每次他来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要求他跟我拍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限动 然后他就是或者是骚扰他啊 要抢吻他什么的 他就是会很配合我玩这些有的美的游戏 最近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然后很快可能在九月底的时候 就会正式得外发布了 那因为这个任务他可能也是跟体育相关 然后也必须要耗掉我蛮多的心神 我也希望把一件事情好好地做好 那因为它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所以也是希望可以在那个地方 有更好的就是另外一种呈现给大家 第一次入围的时候 我穿了一件开地走高的衣服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那你上次开地走高就得奖 那你这次有没有想到更大的货 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犹豫 因为其实去年主持的时候也是大乱放话 可是我就是想说就是先看看礼服吧 但是就是尽量还是有亮点归主 就是新攻略的团队还有诚哥 都是给我很多的温暖啊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也是因为这样认识了很多的人 诚哥也会介绍很多的朋友跟我认识 你会想要来一种类型的挑战吗 其实我一直都是还蛮想在尝试别的新的节目 因为其实我现在的节目的类型 比如说这个初题的节目 或者是运动会是比较实境的类型 然后之前也有机会可以就是挑战 可能美食啊的那种代搬 或者是出出外景 其实我都是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那好像是展现出另外一种 比较不一样的自己 目前呢在现有的几个节目 不管是球迷信攻略的球迷信运动会 或下班经济学 好像都是要走比较知性 或者是比较专业的形象 可是其实我就觉得也是想要 把自己自己下比较开心 比较玩闹的一面让大家看到 所以其实如果是料理类型的节目 美食的节目 或者是谈话性的节目 都是蛮有兴趣 但我觉得像严雅伦 现在也有很多的节目都会找他嘛 然后我们比较 像私底下也是朋友 然后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nice 而且很健谈的人 然后其实他私底下也都会 可以给我一些小建议啊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跟盐平搭的好像也不错 然后他就是颜值担当嘛 那我是可以就是跟他一起 去年的金钟奖的 鸿彩的搭档是我的大学同学黄毛平 然后鸿彩的就是在那个 金钟场内的主持人是世王 结果因为我们有这个缘分 一起当金钟的主持人 结果我们三个人就创了一个群组 还包括世王国的经纪人 我们叫房代少女团 他们应该没有高兴我把我们的群组 语言讲出来 但是我们现在每个人 就是都会在群组里面 聊很多有的没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 年纪比较相仿 而且又很熟悉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跟 世王国或是跟黄毛平 一起搭档主持节目 我觉得应该会蛮有效果的 就是我们频率很合 而且就是超常讲一些垃圾话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那种 很聪明很有创意 就是黄毛平很会脱口秀 然后世王我就不用讲了吧 他的YouTube的流量那么高 然后各种话题大家都很喜欢他 像他讨厌香菜也可以变得这么有梗 所以就觉得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其实这次跟我们 其实入围主持人讲的 我觉得都超级厉害 然后像是憲哥跟KID就不用讲了 因为玩很大 他们已经得过两次了 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来一个非常 长青长红圈 全台湾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嘛 所以当然他们就是 是一个标杆 然后他们都已经就是得过那么多 这当然就是一直被大家肯定是很厉害的 然后事实上是 这一次我觉得蛮新的节目 就是Janet的那一个决战属下新台湾 然后因为这个节目 他在录制的过程 就是感觉就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我觉得他在实境里面 绝对是 也是一般主持人很难做到的一个挑战 可是让我看到名单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Winside 因为Winside在我上一次入围的时候 他们也是其中一个入围者 那当时我就觉得他们是超强劲敌 因为Winside这个节目 贵妹节领军 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做一些 真实的民宿体验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实境节目 然后也是几乎每年都会入围 很受到评审的青睐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他们呈现出来的感觉 所以老实讲我觉得这次其实对手都很强 然后就是看评审会怎么评判 但是我不得不说 因为其实大家也都会讨论说 我们的这个奖项叫做 意志与实境节目主持人奖嘛 然后这次五个奖里面 有四个都是实境 只有一个是意志 所以就是很谢谢评审 让全明星攻略还有为意志这个手下一层